哈囉大家好我是立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次在沖繩的大國藥妝 買了一些什麼藥妝回來 那這些多半都是台灣人 去日本會買的一些基本的藥妝 其實本來在沖繩就想要錄這支影片分享給大家 可是因為我買的超過5000了 所以是免稅的 那免稅他就會幫我包起來 包起來我就沒辦法在沖繩打開 結果沒辦法在那邊錄 所以這次就回來錄 那因為回來又拖了一些時間才錄 所以有一些東西已經被我先開過使用了 不過這樣也好啦 我可以知道說這個東西好不好用 這些東西必須講我目前使用上來 我都覺得是蠻推薦的 所以就一個一個跟大家講我到底買了些什麼吧 好首先呢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EVA 那EVA應該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它就是止痛藥 好像你哪邊痛都可以治療吧 包含有身體痛啊 頭痛啊 牙齒痛啊 咽喉痛啊 關節痛啊 可是它就是止痛藥 所以藥效果了又還是會再痛 那因為我自己有做過神經痛 所以就是有時候會需要吃止痛藥 不過現在已經算是好蠻多的 只要沒有走太遠或者是坐太久的話 都不會再痛起來 但是因為有時候出國啊 就會一直走路 走著走著就會痛起來 所以這些也想說就再買一盒 以防不時之需啦 所以這個呢 也不能說推薦啦 當然能不用到就不用到啦 但如果真的需要它的時候 它真的是幫助蠻大的 那第二樣呢就是這一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 會一直受破嘴所困擾著 我其實破嘴蠻常都是咬到嘴唇的 我也不知道是嘴唇太厚還怎麼樣 但有些人它就是先天性會一直破嘴啦 然後這個它蠻特別的 它是口內眼的貼片 就是當你有破嘴的話 你可以撕一小張下來 直接貼在你的破嘴上面 就可以防止你的嘴唇跟舌頭去碰到傷口 所以是還蠻好用的 那其實這個我是還沒有使用過啦 我是看網路上就是有推薦這樣 我之前買的不是這個貼片系列的 它是藥膏系列的 不過藥膏的話就會在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會沾掉啊或什麼的 當然有拆藥膏其實也是好得蠻快的啦 所以我相信這個貼片的一定會更好用 不過這個貼片的價格就比較高啦 因為它是只有10片而已 它的價格跟藥膏的價格是一樣的 忘記多少好像是500多日元吧 如果有用過的人知道它好不好用 就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下一個也是治療破嘴的 這個是Chocolate BB的牌子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噴出來是水狀的 它不只是可以噴破嘴的部分 如果你是喉嚨痛啊 你也都可以噴這個 也是蠻有效果的 我之前破嘴的話也是有噴這個 它是噴上去 大概一兩天就好了吧 雖然還蠻快的 所以這個我也蠻推薦的 不過這個就比我剛剛拿的那個 孔內鹽的那個藥膏 價格還要來的高蠻多的 因為這個好像是900多日元吧 我記得啦 這個盒子已經被我用丟了 大家來講一下它就是 一體OK泵 這個也是在網路上 大家都非常推薦這一罐 那我自己也很推薦啦 因為我也使用過好幾次了 有點像是膠水吧 它裡面就是長這樣 有看到嗎 有對到腳嗎 它前端是刷子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刷在你的傷口上面 假設你有割傷 或者是你的手指可能太乾啊 裂掉啊 都可以直接塗這個 塗上去的時候 你會瞬間感覺到 非常非常的痛 它就會有一層薄膜在你的傷口上面 讓你的傷口不會碰到任何的髒東西啊 甚至是防水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我也是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買 蚊蟲止癢藥 它這個呢超級無敵像膠水的 它裡面是這一種膠水的頭 你只要被蚊蟲叮咬的話 你就是簡單的輕輕擦一下 它止癢的速度 我個人是覺得蠻快的啦 因為我上次有被叮 然後我就馬上做使用 一擦大概三分鐘吧 兩三分鐘我就覺得沒有這麼癢了 就有那種很怕蚊子叮 然後叮到會覺得受不了的那種 我就很推薦這一個 各類的飲藥水 對那飲藥水其實在那邊算是有蠻多蠻多的牌子 這兩盒會買是因為那時候我去逛金安的殿堂的時候 一盒賣38塊日圓 38塊日圓大概是10塊台幣左右 一罐飲藥水10塊台幣 我也不知道它是在做促銷還什麼的 它也不是說要到期的 可是它就是一罐賣10塊台幣 所以我就覺得太便宜了 我就要買下來了 想說買著如果真的需要用到就可以使用 金色的是說好像有加一些什麼 可以幫助 反正就是可以幫助眼睛的東西就對了啦 然後還有這罐 這罐我已經開始做使用了 我自己是會戴隱形眼鏡 然後有時候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眼睛會很乾燥會很不舒服啦 這個是可以直接滴在隱形眼鏡上面的 所以那時候想說買試試看 欸還蠻有效的 滴了之後就覺得 哇我的眼睛整個恢復明亮 大家在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是只要在很乾的情況下的時候 會覺得眼睛霧霧的 我也不知道是髒東西還什麼的 就是可能眼睛的分泌物黏在隱形眼鏡上面吧 反正它就是滴上去之後 哇整個看得清楚很多 而且眼睛會舒服很多 那怎樣分辨說 眼藥水可以滴在隱形眼鏡上面 它好像有一個日文 上次我有學到 不過我忘記了 最簡單的分辨方式 就是你直接看盒裝上面 有沒有隱形眼鏡的圖示就可以了 有它就是可以滴在隱形眼鏡上面 便秘藥 對那這個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因為我不會便秘藥 那這是我朋友他托我買的 如果大家有知道這個便秘藥好不好用的 都可以在小朋友留言告訴我 是手濕疹 這個位置會長濕疹 它會一直重複的長 我之前有看醫生 然後他也是跟我要 大概差三天吧 它就會消失了 隔沒多久 它又突然長出來 所以就想說買這個看看 然後它這個是小護士的牌子 就想說連續查一個月看看 看會不會就消失了 酸痛貼布 這個是我上一次在日本的時候 我有買過 然後我覺得它超級無敵 深知好用 上次買的還沒有用完 它是一盒裡面有140片 它有這個洞洞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防止你死不下來 所以它其實蠻好濕的 我自己是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有酸痛的部分 你只要貼了 貼一陣子之後就會覺得 好像舒服很多就好了這樣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也還沒有使用 不過這個東西是我一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超級無敵想要買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感冒的時候 會一直流鼻涕 這個好像是亞洲人都會吧 好像是屬於蓄膿的一種 感冒的時候鼻涕就會一直流 一直流一直流 然後流到會有一個情況是 你的這邊人中的這個位置會一直磨擦 不知道磨擦也怎麼樣 但是就會很不舒服很痛 然後它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幫助你皮膚保濕抗炎 會讓你這邊就是很舒服啦 對那我自己也是還沒有用過啦 未來有機會用的時候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說好不好用 一樣如果大家有用過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講說它好不好用 好那就這樣 以上呢就是我這次的大國藥妝開箱 我都是買一些我自己真的會需要用到的東西啦 因為有些人會盲從的買 他們可能過去的時候就覺得說 啊這個很好用啊 那個很好用啊 我就把它買下來什麼等等的 我是覺得說 如果假設你真的沒有必要用到 就不用買 那如果你真的會用到 或者是你是一杯不死之需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買下來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還是聽了這樣說 EVE很有用啊 然後就買了一些藥啊 什麼Wakamodo啊 結果隔了兩年 這些東西他完全都沒有吃到 那買幹嘛 這根本不需要啊 所以還是會建議說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買的話 是買自己需要的藥品啦 就不用盲從的 就是大家覺得說 要買什麼就跟著去玩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 大國藥妝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一定要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